欢迎回来 美国在阿富汗的战争持续18年之后 双方早前进行了几轮谈判 终于传出好消息 美国军方透露 五角大楼已经和塔利班达成停战协议 还形容协议很快就会生效 接下来美军也会从阿富汗撤军 国际媒体星期五引述国防部消息报道 特朗普政府和阿富汗塔利班 已经同意为阿富汗地区谋求和平跨出地步 双方原则上同意 接纳在七天内减少暴力的协议 实际范围涵盖了包括阿富汗政府军在内的整个国家 而这一项短暂的停火 未来十天可能生效 接下来两方就会进入正式谈判 为阿富汗的未来制定发展路线 消息也透露 塔利班已经承诺会停止过往灌场发动的路边袭击 自杀式炸弹袭击和火箭弹攻击 如果双方遵守第一步的短期停火 双方将进一步签署另一份协议 并将启动和平谈判 美国将会严密监督休战时期 塔利班是否有违反行为 另一方面 塔利班内部传出的消息指 第二份协议估计将在这个月29号签署 与阿富汗之间的对话则会在3月10号展开 而德国和挪威已经提出主办这次的会谈 但会议地点还没有决定 透露消息的官员还说 外国部队将在18个月内分阶段逐步撤离 目前美国在阿富汗驻扎大约12000名士兵 特朗普此前曾经因为两名美国公民 在当地被打死而取消了和谈 美国军方没有公开说明在阿富汗初期撤军的时间表 但一般估计签订协定的初期 美军驻阿富汗的数量将减少到大约8600名 马兴社电视综合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